对了 你上次让我帮你查的那个谢瞳 有个信息要点 谢瞳 我喝一喝 好好 来来来 来 少了点少了点 好了好了 吹了呀你 好了 真喜欢她 童子 爱情你有了 事业 我们也要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 师姐们 只要咱们演出成功 人家美国大公司就签咱们 只要我们演出做得好 他们就签咱们 签咱们 签咱们公司 我们写歌表演 出账片 爽 来来来来 喝喝喝喝一个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投一个来 加油 加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加油 这是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你要加油 对 这是我的梦想 也是我的梦想 来来来 马上 走 你捉着 那个老板 老板 再给我拿一瓶啤酒来 老板 哥们 哥们 你们小声点 你让谁小声点呢 说你呢 哎 哎 怎么着 别别别别别别 是吧 哎 这谢童之前在西安 有一个女朋友 她后来把人 带去北京了 刚开始两人挺好 后来这谢童 慢慢有了灵气之后 你才明白 姑娘搁而自杀了 啊 据说都是因为 血童的原因 这就是这样 真的是他们先动手 好 你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在上面签个字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确实是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先回去了 那他们呢 会不会被拘留啊 不会拘留 对方伤得也不是很严重 只要把该赔偿的都赔偿掉 就可以了 你要赔多少 你找什么 关关 你咋还不回来呀 我跟凡姐等你呢 盈盈 你现在手头宽裕吗 我这边遇着有点急事了 现在急需三万块钱 你能不能借我一下呀 三万块钱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 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派出所 你在派出所呢 你 你怎么了 还真遇见打架呀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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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被别人打吧 你受伤了吗 现在 不是我打架 是谢彤他们 跟人打起来了 没事 盈盈 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我这边再问同事们姐姐啊 拜拜 别别 你千万别去找你同事啊 你同事到时候 乱七八糟地想 该给你传出来不好的东西了 你这样 我帮你想办法 谢谢你要拥有 这个事情我 我没跟别人说 你先不要给我送钱 行 关关 那你 你先把地址发给我吧 嗯 怎么办啊 凡姐 我现在手上没那么多钱 安妮姐 不是你啊 怎么了 嗯 学校校我有正事 要跟安妮姐说 你先回避一下行吗 好 安妮姐 你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 出什么事了 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她那个打架进派出所了 她 她没钱赔那个赔偿金 我工资现在还没发呢 我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钱 你先借给我 然后我 我工资发了以后 我马上还给你行吗 这么严重 嗯 你要多少 三万块钱 三万 你什么朋友啊 几个人打的加压 这么多钱 你是用来赔偿她 是用来治病的呀 你先接着她清楚再说 你刚才不是说你回避一下吗你 我那个朋友她 她现在她进 她进去以后很着急 她她什么都没跟我说清楚 安妮姐 你能不能先借给我 我 我回头跟你细说行吗 行啊 那你带我们一起去 借钱我们总得知道借给谁吧 让她单面写个线条再说 你怎么这么烦人呀 是光光 光光现在在派出所呢 好 男朋友 你这儿向神明 就可以指导到宝贝 谁哭 是光光光 你还要出锁料 我这个女生 我认识 不是很可爱 选笑的 这儿就是最好的 这儿吧 跟着我个人的 我跟她的 她的 女生 是 这儿是 她的 她的 再说了 别人打架 凭什么让他出钱 你烦不烦呀 这光光现在就等着我去救他呢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安迪姐 我看这事只有他爸妈才管得了的 你干什么呀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他爸妈知道吗 对呀 你告诉他爸妈只能让他爸妈担心 而且他们家本来就不同意他们俩在一起 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拿着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 不用了 好 我们俩去就行 谢谢你安迪 谢谢安迪姐 不用客气